那麽本师释迦莫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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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想甚深为妙法 法痴万杰能遭矣 我今见闻得受持 见鬼来真杀矣 大家晚安 阿弥陀佛 今天是2016年12月5号 是我们法朔官无良受佛经 九本王三中 大四桶课 都是我们严满的一桶课 好的日子通过得特别快 不知对你们好不好 不清楚 难得我们在佛清这四桶课 其实是 我个人觉得 还是准备得不足够 和四桶课真的比较短 有些东西没有从事说 希望你们终于有恩怨的话 听下其他法师或老师们 讲这个九本王三中 我们开始了 我们上一次讲到下半生观的中版上身的部分 讲了一部分 我们直接看回你的资料 大五页中间那里 有没有看到 明远 二十 毕佛 有没有看到 看到吗 看到资料了 有没有看到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我们上一次讲了就是 这个下半生的人的部分 其实他就是 可能不一定是法教徒 或者法教徒 都可能的 但大部分应该不一定是法教徒 但有恩怨可以遇到一些人 有些是不知识 跟他讲这个净土的法门 他就愿意胸说 就清南无阿弥陀佛 清明的时候 除了五十几的生死之罪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个做了很多罪 没有寻规心 没有羞恥心 这个名中的好朋友 为他栽培 这样的诚间 连阿弥陀佛的名号 这样的时候 阿弥陀佛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就是这个时候 就是阿弥陀佛的 四方纪录世界 阿弥陀佛 就是派一个化言的佛 就是应生佛 就是画了 一个阿弥陀佛的身上 画了观世仪菩萨 画了大士智菩萨 这个大菩萨 都是化言的 不是圣言生 这样讲 至行者前 就是行者 通常是说修行者 他临终的时候 都做了一部分的修行 我们就当他是行者 都是修行者 很难得这件事 那化言的这个心性 在这个下半上身面前 震叹他 说善在善在 这个善在善在是好的意思 你非常之好 善在善在 就是震叹的意思 你可以称呼佛的名字的时候 你的侏罪就消灭了 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件事 你能够连阿弥陀佛名号的原因 你很多的罪都消灭了 我就来迎接你 你灭了罪 我欢迎你 我现在欢迎你 来到我的世界 叫阿弥陀佛法国 这样的 做事以以行者 既见化佛光明 偏满其事 见以欢喜 即便命中 趁宝莲花 谁化佛后 身保持中 做事以以就是 这个要说了 行者就见了花 变化出来的佛光明 偏满其事 见的时候 他就生了欢喜心 即便临终 庆就是庆的意思 牵保莲花 随花后 就是跟着佛后 生在莲花 七宝持中 这个部分 花法也好 不论我们见到佛布实 哪一种变善的佛 是真的 硬化生的佛 或者化的佛都好 始终都是佛来 沿着我们 当我们的罪消灭的时候 佛可以出现的时候 我们一定是生起欢喜心的了 对来说 如果你见到佛 你不生起欢喜心 你都不会跟阿弥陀佛去的了 所以这是一体两面的 但一些相信这个佛门 见到佛的时候 因为你相信这个佛门 你见佛一定是开心的 一定是欢喜的 这样的 有些人可能临终的时候 他不一定见到佛 或者他见到佛 不一定生欢喜心 都可能会有的 所以这些一定是相信佛教的人 才会出现的 什么叫做 见佛的时候 门一定是欢喜心的 就是他的福德之量 不是足够 当然佛都会出现 但是他不跟佛去的 你们应该听过这些故事 有些是收剩佛门的人 收到很多年 林中的时候 可能阿弥陀佛都会来 但是他觉得他的老婆 还没跟他谈得好 我老婆还在人间 我要带我老婆一起走 我老婆还没搞定 我财产还没搞定 阿弥陀佛都会出现了 跟阿弥陀佛说 阿弥陀佛你可以等一等我 我迟些再来 这些都是一些问题 这些其实是一种颠倒 所以在静土泡门 或者佛教徒来说 我们本身在日常生活的时候 就要准备好 当然不是叫大家马上离婚 分家产分证数 我随时可以往生 但是平时要做些功课准备 不是到林中的时候 你很多舍不得的东西 会召成你林中的时候 不论你是不是收剩佛门 都好了 如果你收剩佛门 阿弥陀佛来盐哲理 你都不想去 或者你林中的时候 你本身不是佛教徒 或者不一定相信剩佛门 你林中时候 很多障碍出现的时候 你舍不得这个人间的时候 你很痛苦的时候 通常可能都去到一些 不太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平时都要做准备 在这里的步伐行者 见到化佛光明片满其失 佛本身来说就是一个光明 我们说佛教的光明有几多种 一种就是佛法的光明 一种是日夜光明 一种是天人的光明 这个是佛事严出来的光明 这个是佛事严出来的光明 但骗着邪塞 建者就生起欢喜心 就是他就 他就 他南中过刻的时候 我们就起了一个战的脸头 就是相信静陀佛门 愿意跟阿弥陀佛去生起正念 这样的时候 那时候他要往生过一年头的时候 是一个欢喜见到佛的欢喜心 就往生了阿弥陀佛国 这样的时候就是称了这个莲花 水花花的时候 先生在保持中 七保持 一本我们这样说 经七七 七七 应该就是七七四十九日 应该是这样 或者七个星期 所以在这个部分 一段时间就是七七 七七日 在莲花庄 莲花合作 在七步持中的时候 经过七七天的时间 莲花才开 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通常看到莲花化生 就是一个清静的地方生出来的 我们一般人间的胎 就是胎生的部分 是父母的身体出生的话 是一个我们说 不太好的环境出生的 当然这些是我们的业步 这样的 所以当花开的时候 大慈大悲的观生菩萨和大士智菩萨 放大光明 住在前面 自饮他来的 化的阿弥陀佛来了 化的观生来了 大士智菩萨也来了 但是阿弥陀佛要经过七天 过后花开的时候 观生菩萨和大士智菩萨放大光明的时候 就是应该平时这两个菩萨都有光明的 这个部分特别是说到放大光明 可能和平时不同 和平时不同 就是特地为这个人而放光明 这样的意思 佩菩萨通常身上都有光明的 那你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有点讨论 我们说佩菩萨都很慈悲 阿弥陀佛或者大菩萨们的山上的光明 可以照着十方法界 为什么我们又看不到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阿弥陀佛都很慈悲 我们希望所有人都听到静陀佛门 有一人指出静陀佛门 往生西方记录世界 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 又观生菩萨大慈之菩萨 十方菩萨都是慈悲的 都是放大光明 照着每时每一刻 光明的步伐 每时每一刻每一秒 都是放大光明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光明 我们有这些灯的光明 菩萨的光明 阿弥陀佛的光明 可能我们照不到了 在一些经论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这个放大光明的时候 你和这个佛菩萨需要一个相应 和我们本身的业 障碍了我们 见不到佛菩萨的光明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我们见不到佛菩萨的光明 不是佛菩萨不慈悲 我们说慈悲的部分要相应 你自身不付出 佛菩萨都无可奈何 简单说一种光明 就是法的光明 就是我们说经论 或者听经文法 这个部分 很多人我们跟他宣传的时候 他不接受的时候 我们跟他说都没用的 有些人他纵外太重了 你叫他来听佛菩萨听几堂课 他真的没有空 次次听课的时候就很不空 不听课的时候就非常有空 很奇怪 他参加北军再解的时候 就有很多理由 他旅行去哪里 美国、澳洲、大陆 旅行就非常有时间 听北军再解 没有时间去北军再解 这些全部是自我障碍的 所以我们在平时生活的时候 我们是一个佛教徒 当然在家居士有工作 有家庭 有种种的原因 要付出时间在其他地方 但是我们自身 如果你们是一个在家佛教徒的话 都要抽些时间 在这个佛法上的精进 所以每一年应该抽些时间 包括佛七也好 禅七也好 或者北军再解 或者短期出家都好 当然佛教讲的 短期出家 实在是一个方便的佛门 我们说出愤怒之家 没有短期这件事 重期时间是要对峙我们的愤怒 出家应该是重期的 但是现在有些地方开一些方便 就是这样的 所以奉大光明的时候 你都然而接受这个光明 我们还有一个佩议 就是我们已经重期在无名之中 我们眉上眼睛 我们看不到光明的时候 突然间有光明出现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拆眼 你是不是愿意接受光明呢 有些人欠一欠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接受人家的欠呢 人家善知识和我们说几句的时候 你就说善知识 你没有跟我说这么多 我不会相信你的 你全部是佛教徒讲的大道理 他已经无名太久了 好像你的眼睛没有见过光明太久了 你突然间有一个光明出现的时候 就是有些善知识出现的时候 你难以接受 因为你会觉得很拆眼 顶不住 所以有些善知识要欠我们的时候 很多时候 乃至佛菩萨奉大光明 奉佛菩萨的光明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反而是我们自己 不能言而去接受 这个都是我们的障碍的问题 当然在这里的部分 奉大光明的人 在奉大佛菩萨 就是在这里 观生菩萨和大使哲菩萨奉大光明的时候 就是这个人愿意接受这个光明 这个光明的部分 当然有一个就是说《神心十二部经》 《神心十二部经》我们不多说了 你们自己看资料 《心中十二部》你们去看一看 听到过后就可以善解的部分 就可以发了无从菩萨心 无从道心就是菩萨心的意思 这个是很能得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凡夫意到凡夫的人 跟你讲道理的时候 其实是有能力有所限制的 凡夫和凡夫说 凡夫的老师和凡夫说的时候 我们接受的道理学 远远比不上佛菩萨 亲自跟我们说的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往生四方 俱乐世界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是听佛菩萨 亲自为我们说法 这是我们需要足够的福德之良的部分 凡夫菩萨所说的法 因为凡夫修行未完全成功 他说的法 可能他本身未正道 但是他都努力为大众说法 都是值得恭敬的 但是我们可以亲自听到佛菩萨和我们讲科 为我们说明佛法的时候 开始佛法的时候 那个部分真的是不同的 这个《万异顺解》就是 他听过后 他是相信和理解的部分 就是发生了无常菩萨 减少十小节的时候 居住百法明文 这个部分我们讲了 百法明文 每一个法都是一根明 一根门给我们入去的 明的部分就是智慧之门 明门就是智慧之门 入了初地 是命中下 是命下半上生者 得门法明 法明和证明 门书不明 值得往生 可能我们现在 佛教在这个年代 可能轻旺了一些 很多时候佛教徒会说 现在是末法时代 但是我们还有机会 见到出家人 可以归依申报 你归依申报 一定是听到法 法僧申报 而做归依的 应该好像不是太难的事 感觉上都不是太难 可能在佛清 或者其他道床 都有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或者释迦莫尼法的名号 或者哪有个法师的名字 或者哪有个法门 或者僧的名字 好像不是太难 其实无始以来 我们听到佛法僧名的部分 不是太容易的 是一件事 所以有些法师都欠我们 我们要熊熊的法愿 要重其的法愿 生生世世 上以佛法僧身保 这个愿是我们 每一个佛教徒 应该是要法的愿 身生世世 诚意申报 因为 你要听到法的名字 一定和这个法有原因 才会听到你的名字 你会听到阿弥陀佛 你的名字的话 一定和阿弥陀佛本身 有些因缘 你会听到阿弥陀佛本身 释迦摩尼法 一定和释迦摩尼法 有些因缘 你才有机会听到 或者听法的名字 哪一个法门的名字 有些人不一定相信正途法门 有些人仍然相信正途法门 都是局置有因缘的部分 争名的部分 争是性人争 现身争 就是性人的争 但是在家居士 要清晰记得一件事 凡夫生都要说得公正 我们都是由凡夫变成性人 不是性人变成凡夫 从来没有那么刁转 所以出家人都是一个修行者 都是修行的过程之中 可能有些修行者 不一定修得成功 但是他都已经行走这条路 自问我们在家居士 我们现在行走这条路没有呢 所以出家人是值得尊重的 乃至凡夫参都应该要完全尊重的 我们讲下半中生的部分 你们的资料是大乐业的 下半中生 佛教阿兰之为提斯 法教阿兰之为提斯 下半中生者 有什么条件呢 什么原因呢 华有众生毁伐五戒八戒 直居足戒 如此疑人 偷生其乎 偷弦全真目 不静说法 没有惩愧 以知恶法而知中 然以知罪人 以恶业故应读地狱 明亦忠实地狱众火 一时矩直 以善知识以大慈悲 即为赞说阿弥陀佛 实力外得 广阻振阻弦 广阻佛 广阻佛 光明实力 实力 以参界定为 解脱之间 此人问而 除八十亿 生死之罪 地狱 猛火 华为良风 这样的 在这个部分 你们会看到 如果他是 唯有众生毁法五戒 唯有奉生毁法五戒 这个人一定是佛教徒 因为你需要 心归医过后 才会受戒 这个是我们佛教的次第 从来没有一个人 没有关于就可以受戒 所以这个部分 是佛教徒 反正五戒 失多容梦走 五戒的部分 大家应该都清楚 我们说戒的部分 是逢非止恶 逢非止恶的部分 是这样的 全四条戒的部分 是性罪 就是不论你有没有受戒 你犯了 失到容梦 本身它已经是一种过失 但是你受戒的部分 多一个过失 就是你本来是得认了 扑菩萨 不应该犯这些过失 你得认了的时候 但是你违反了 你自己所得认的东西 你自己所承诺的东西 的部分 你就分另一重的部分 就是佛教统戒的部分 在这个部分来说 戒的部分 每一个佛教徒都应该要 关于和持戒 当然持戒有各个程度上的不同 你持得多少戒的部分 你就得到多少清凉 或者清净的部分 下一个是白戒 白戒一般是一天一夜就完结了 子贵族戒 这个灵智书宫的经文里面少了 说了三尾界的 应该是包括三尾界的 这样的 三尾界刚才会说 是一种贵族戒的 这样跳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说了一点 都是修行的过程 修行之中 有些人会成功 有些人都会失败的 所有人都会受戒 都是会受得清净 受得好 持得好 非常之好 当然有些人从其时候 我们无始以来的烦恼太重 我们都可能会因为烦恼而烦了界 或者有种种的原因而烦了界 来自出家人都疑似的 当我们看到这些出家人的时候 请问在家居士你们的心情有何呢 就是烦了界的出家人 这个居族戒是出家人来的 是受了二百五十条界的比优 或者三百几条的比优、离、离、戒的人 才是居族的 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对这些出家人 要保持什么种的心情呢 在家人 你看一个人 听到这个人犯了界的出家人的时候 你们应该是怎样的心情呢 是不是写文中 到处是谋落批评他 知而知来的东西 应该要小心处理出家人的问题 简单说的是争事争管 出家人处理出家人的事好一点 他在分界是他个人修行有所缺乏的事 一个出家人不是代表所有出家人 每一个出家人修行都不容易 我们出家人有一句话 分享给大家知道 大家可能都应该听过这句话 这个法师 这个出家人 不论他有没有修行一件事先 或者他有多少成功 或者他是很大名气也好 什么都好 一个出家人一世人可以捉这件袈裟 一世人不脱了这件袈裟 都是不容易一件事的 所以对出家人应该保持一个尊重心好一点 因为要做一个出家人 可能你们看到都不是太难 要吃素 迟掉戒 我戒定位的部分不是太难 但要忍耐出家人种种的生活 或者种种的挑战的部分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一世人可以捉这件袈裟 不脱这件袈裟的出家人 已经是非常之难的了 不论他有多少修行先 当然我们一定是赞承持戒清淨 或者戒 或者定 或者戒意的部分 但是这件袈裟的捉捉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做出家人的时候 是保持一个尊重心好一点 还有一件事 就是对这些犯错的出家人 我们说犯错或者犯解的出家人的时候 出家人会自己懂得恩果 都是恩果自负的 再加上心口意的部分 特别是口业的部分 尽量保留好一点 批评出家人对你有没有任何好处 反而你会对申报的恭敬声少了 或者你评论的部分 是不是过火了呢 所以希望大家居住 在这个事情上的部分 尽量小心处理好一点 当然你们会看到 一些不如意的出家人也好 我们这个是凡夫死 一定有些不如意的出家人 他捉捉那件袈裟的时候 请记得一件事 你们是尊重那件袈裟 不是尊重那个人 我们要依法不依人 人凡夫是会有过失的 法本身不会有过失的 我们依法不依人的时候 你就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对申报的信心 就不退传的了 不容易退失的 不是在凡夫里说 我们凡夫的眼看凡夫的时候 你用愤怒来看愤怒的人 全部都是愤怒 你怎会起一个恭敬心呢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真的说过多几句了 疑痴于人 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然后释迦摩尼佛就说这些疑痴的人 疑痴的人不是表示他不够聪明 但是有些人厉害过头 就会犯了一些过失的事 他捉捉捉物 出家人的物资的部分是来自十方的 属于出家人的部分 就是出家人才可以用的 出家人的物件的部分是分很多种的 这里不方便重新说 因为有些是释述到出家人的解律的部分 但是基本上所有出家人的 不论是一张纸一个草也好 也好自然远何一件物件也好 属于增团的东西 在家居时是不能享受的 不能享用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们去到寺院的时候 有出家人的寺院的时候 就应该小心做事 喝水也好 拿一张纸也好 拿一支笔也好 结完书放在那里 结完书就不用慢了 一般都不需要再问出家人 需不需要这本书 可不可以拿之内的东西 尽量任何东西 在出家地方的时候 在家居士对这些事情的时候 要尽量小心 因为这个叫做偷生且悟 什么叫偷 偷就是不经过对方的同意 你拿走了 一来起心动念 拿走 离开那个地方 已经是翻车偷界的了 所以尽量小心一点 特别是有出家人的地方的时候 很多时候尽量小心出家人的物件的部分 我们说偷渡界的部分 你们应该有学过五界 多少都学过五界 我们说 这里是说偷 就是不以除 不以除 没有经过人的同意 你就拿走那些东西的不以除 这样的 我们叫偷生寶物的部分 是最严重的 佛法增生寶 比如说一个佛 现在当然释迦摩尼法不在 我们偷不到释迦摩尼法的东西 但是有佛像的时候 在身上挂一些 或者佛仁挂一些银落 挂一些链 挂一些什么的时候 你偷了那个部分 都是偷佛物的部分 是这样的 法增生寶 这个是说增其物 就是增团的部分 大众的用品 都要说少少了 因为让大家知道 我们出家人都是实风的 但是实风之中 有些部分是属于出家人 各人的部分 有些是属于自然的部分 所以出家人 我们用物资的部分 一部分属于我们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支配权 就是可以用 或者不用 我们有权力去处理 如果是增团的部分 我们要增填全部出家人 同意才可以用 这样的 这个部分通常是出家人的部分 但是有些在家居士 又不清楚到底怎么办 又随便用了的时候 就很麻烦的了 当然不是完全不可以用 或者我说一句 刚才我们开伙前 大家可能会 我不说哪个道床 就会道床做仪工 可能做仪工的时候 你们可以享受 用一些水 种种的物资的时候 一般来说 刚才说的 出家增田的所有的食物 然后一个很简单的物件 都是只是出家人可以享用的 但是你们做些工作 或者补贴虫子的时候 就可以拿回 如果出家人同意过后 你们可以用一些东西 当然这个部分 是很多种说法的 不净说法 无有尘窥 什么叫不净说法 这个部分又好 说一些敏感话题 简单说说法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开伙 法菩萨讲道理 或者我们凡夫争讲道理 目的是或者什么 最高的境界 当然是法华经的 开师乌鲁佛之之间 开示无入 法治之间 这些是很高的 所以通常你们可能请法师开示 我们法师都不敢开示 我们怎可能开示到法治之间出来 佛治之间 太高的境界了 所以有些俑路们 或者法师们就说 或者客气说 阿弥陀佛 我们都是分享 分享 目的就是一切众生 听了这个道理过后 允许他关于哨戒 乃至做一个出街的人 乃至慢慢收到新闻言觉 乃至菩萨 乃至成法 这个开示法法的道理 是目的 是这件事 在法华经有讲到 为所一火蹭 无二一无三 就是开示一成法 成法的部分 这个是清静说法 清静说法就是希望 一切众生听过这个法的时候 希望你可以贪侵痴 不是搞贪侵痴这件事 这个不正说法的部分 是说法者的问题 有些说法者是为了明文利用 为了收多些红包 或者收多些供用 或者说一种种种的道理之下 希望其他人生上得一些利用的部分 这个叫做不正说法 有些说法者是想出名 有很多出名的时候 你有名就有利了 有利过后就有很多供用出现 这个是不正说法 但是条专来说 那说法者是不是不可以收供用呢 这样的 供用的部分是彼此清静就没问题 什么叫彼此清静 他不是特意为你说一些 古灵精怪的法 现在的人是很奇怪的 说那些奇奇怪怪的法 就很多人听 我们说那些 真是比较 法教串正统的 不是说其他人不正统 就是说死性低 不正道 十二恩怨 三十四道品 那些法 可能人就少一些 说一个法 你即时马上发财的法 哇 试我满了 最好跟你摸摸头 就即时发达了 或者跟你说的咒语 知以之类的这些法的时候 哇 就人山人海 但是说这些 修死念词 修自观 修三规以五界 人就少一点点 不是没有人 不是完全没有人 都没有夸张 都这样的 但是说那些法的时候 越奇怪的人 越奇怪的人 越多人会听 现在是不是真的没法时代呢 反正说之 正正经经 叫你修行 欠你修规以五界的部分的时候 人就少了 而古怪的法 而即时发达的法 越多人会听 如果说这些法的部分 就是不正说法 当然我个人不是批评任何事 这是众生的自己复得恩怨 这些是大家的选择 说法者也好 听法者也好 这些是彼此的选择 为何有这些法说出来 是众生的贪心痴 或者这个说法者的 邪知邪见 是彼此相认的 相认有善的相认 和恶的相认 彼此对的 对上来的 所以这个不正说法 没有寂愧 就是没有寂愧 只是为了明文利用的时候 就说了那些不是法法的事 就是相似法法 好像说是法法 当然这个部分 说到的部分 当然有包括出家人的部分 这个很公平的 不论在家居士 出家人也好 不正说法是一样的 就是你为了什么目的而说法 如果你是为了 贪心痴 为了种种自己的明文利用的部分 不论是菩萨界或是新闻界的部分 都是不同意这些事的 说法的目的是为了众生 听过这个法的时候 因你说的法过后 而引起他对申报的信心 对修行的信心 乃至从此行上这个光明之道 就是修行 这个是清净说法 不正说法是明文利用 或者他搞一些苦年经过的事 让你看到什么 或者有些部分就是 说法的时候 或者做法会的时候 拍一些视频有光有什么 现在不是太难了 电脑锁一锁都会有的了 应该不是太难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提醒我们这个说法者 就是讲课的人 老师也好 出家人也好 为众生说法的时候 你的心应该在哪里 如果你是不正说法的时候 你就其实就没有惭愧心的了 惭愧的部分 对自己愧是大家怎么看你 或者伯婆是怎么看你 这些没有惭愧 法教说没有惭愧 和畜生没有差别 以诸恶法以知忠言 以诸恶法以知庄言 他不是用善法来忠言自己 忠实自己 忠言都可以说忠实自己 他觉得 讲恶法的部分 讲那些苦年经过不好的法的部分 是非常之好的 他非常之欢喜讲那些法 忠言自己 以此恶人 以恶业国 应读地狱 因为你不准说法 你一定跟贪参痴有关的法律 先讲的话 忍到众生贪参痴的部分 你自己都是忍到众生贪参痴的时候 我们法教普通话 一盲言中盲像是路火坑 一盲言中盲像是路火坑 你自身都有问题 你讲的法一定有问题 你带其他人一起录 一个火坑 就是一个不好的地方 一般火坑 我们讲深恶度 就是恶怪畜生和地狱 说法人本身 他讲的法 是众生的忠诚言 众生自身的恩怨是听话 但是你是争诚言 比他好的争诚言的部分 他听你说这个道理过后 他因此已修行 但是你讲的道理是不合适的 或者说错的道理 他跟着你修行 都是修行 但是修行 修错路了 走了不好的路的时候 他因你的原因的话 他进了深恶度 你都要负责任的 所以其实做一个老师 是非常之应该要小心 你所讲的道理 尽量要小心一点 当然我们凡夫讲道理 不一定讲得完全严满的 所以希望我们讲的道理 大家要思维 他讲的道理 是不是合乎法复杀的经论的部分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 他这样的学业 做了深厚以不清整的部分 就是英读地狱 以此罪人 而是因而是果 他因为做了这个因 他照样就应该录地狱 明月中事的时候 他南中的时候 地狱中火 就是地狱的火 通常我们说地狱火 是很猛的火 其实我们说火也好 或者地狱基本上两种 不是太过冬就是太过热 热就是火 冬就是汗 这样的 但这个是地狱中火 这些火的原因出现都是因为你的 贪侵痴的原因 主要是亲恨心 或者你种种的恶业 就是地狱往火出现 一事跪迹 就是很快就出现的意思 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当然你未入地狱了 你入了地狱就没机会了 入了 因为这个是你往生之前 就是你的 临终 未终 终了过后就没得紧 就去了狗狱 你入了地狱就走不出来的了 我们说判了罪就没得紧 未判罪之前 或者你的命 未完全结束之前 你又有善知识 以大慈悲 这样的 我们说善知识 就是可以跟你说一些好道理的人 叫善知识 以大慈悲 慈的部分就是 异乐 悲是百苦 大慈大悲 为你宣说 为你真 讲真说 阿弥陀佛十力 外德 被狂赠 毗法 光明神力 神力 以赠 界定位 施陀 施陀基建 这个人听过后 当然 这个部分 这个善知识 为你真探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的部分 当然 这是说名号 或者他种种的 威德力的部分 真探他本身的 佛的光明实力 真探界定位的部分 这个人 本身过后 一定本身 都是愿意乐意的 生一个欢喜心 先连法 好 先可以除了 他百十亿 的生死之罪 这些百十亿 亿也好 之前说的几多亿也好 基本上是真的有个 可能一个实在的数字 或者是一个 辟义的数字 当然在佛经 来说是真实有 不实亿亦 劫的生死之罪 这样的 你一定是生气欢喜 才可以灭罪这个罪 现在 禅知识 为这个人 讲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或者种种的功当 他听过后 他都是没有信心 不会喜欢喜心的时候 不会连法的话 他的生死之罪 可能就灭不了了 这样的 他听到这个真探佛 菩萨的名号 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的时候 他的地狱猛火 化为清凉 就是他的烦恼清除了 化为凉风 有没有的 吹绝天花 花上有法菩萨 沿接此人 吹绝天花 花和花是同样一个字 同样意思 花上面有种种的花 菩萨出现 沿着这个人 就是宣用这样的道理的时候 有天花跌了下来 有风吹过这个天花 这个天花 就是非常微妙的花 所以叫做天花 又是这样说 花菩萨就是阿弥陀佛化言的 佛生或者化言的菩萨 沿着这个人 这个人有这么多的罪恶 由善知识说法灭了罪 还有化菩萨来 连接这个人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特别在这一刻的时候 善知识的出现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我们尽量和法教徒 要求善言尽量在临终的时候 还有善知识欠日欠我们 我说一些事 很多人对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其实不一定产生一个恭敬身 或者他听一听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觉得不是太特别 但是我们平心正气 想一想这件事 可能你是修四念词 修止观 修华言法门 修阿弥陀佛门 修种种的法门 不同的法门 都是法 释迦摩尼法 今口善说的 就是亲口所说的法 不论大乘法法 或者其他法法的道理 是这样的 但是平心自己 大家 我们听过往生论的时候 一定是希望大家 这个九百往生中 不是往生论 九百往生中的部分的时候 希望在讲这个道理之后 欠大家愿意修正到法门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当我们听完课的时候 我们自己坐下思维一下 握手的法门 可不可以成功这件事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这样的 有些修行者 我们都欠 或者我们跟他们说 你都念合法呢 他说我未到时间 我念合法你做什么呢 等我临终的时候才能听到佛 当然临终的时候 你还有事不知之为 你讲一些佛法的道理 或者讲阿弥陀佛的法门的时候 你还可以引起你的静念的时候 你可能都会云生 四方纪录世界的 这是一件事 第一个部分 你所收到的法门 你所收到的法门成功的部分 到底有多少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修行者是希望成功 或者有些说 收行你最需要金言 不需要问成果的 但你都要问一问 你所收到的法门 有没有可能成功 在这个年代来说 你收止观 你有没有一个人 可以跟你说自观 自同观的部分 或者宣说阿弥陀佛的法门 有多少人可以跟你说 很清晰的静悠法门 你收得成功到多少 你都要反思一下 所以我们收完何的法门的时候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 我们所收的法门 到底有没有神知 为我们宣说 整套法教的道次大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在这个部分 下半部分的时候 平时修行不是太好的人 都遇到这个法门 都可以往生思绳 记录世界 都是他曾经收过的福德恩怨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在这个静土法门 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要反思一下 我们现在可能会收种种的法门 但是可不可以对比静土法门 我们可以成功多少 是要反思的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不是反对其他的法门 但是在这个年代 静土法门 真的是阿弥陀佛大致大悲 我们本师师家莫尼法大致大悲 为了我们宣用这个法门 是真的在这个年代 想成功一件事 都是不容易的 包括修连河的法门 想成功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特别是是不知识 很难还得到 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然你们说经论可以拥夺 上网都可以看到很多法师拥复 但是你想一想 当你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或者修行的问题的时候 你的禅知识是否会出现在你面前 现在很多时候 才是一个军迹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是宣用静土法门 我们这几同伙是宣用静土法门 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就应该练一佛号 不可以等到临终时候 才练一佛号 临终的时候是可不可厚的事 不要说你临终 我们凡夫的身体 这个肉身的部分 可能你身体有些少许不舒服的时候 你求生的意志高一点 或者你练法的意志力高一点 你自己分思分思一下 自己考验一下自己 你临终的时候 那四大分裂的时候 是要分别的时候 那时候的时间 你还可以保持正念 你平时有少少伤风感冒的时候 你试试试 你还可以念佛吗 或者你修的子观也好 修任何的法门也好 那时候有没有力量 我们讲课的部分 是很实际的 不会讲到什么法门 很高很高的那些 讲到你其实修得多少呢 我们说法 应该是要讲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请问大家 你所修的法门 在你临终的时候 或者你平时的时候 可不可以用手力 用得生力 不论你听 哪个部经 哪个法门都是这样的 请问自己 这些不可以逃避的 你同不可能逃避的 为什么呢 死是必然的 那凌终的时候 你自己想一想 不需要到凌终吧 平时都应该要想清楚的 这个才是修行者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当然我个人不会一定讲什么法门 每一个人福德恩怨 和自己的选择有所不同 当然你选择了净到法门的时候 你应该精准在净到这个部分 当然 无量寸经的观 十六观不一定观得上的 但至少灵法这个部分 你可以做得到的 努力练 请记得往生七宝 始终灵法之内 好短的时间 一年轻 直到往生七宝 始终的灵法之内 非常短 这个人就往生都 阿美陀佛八角的七宝 莲花之内 兼以六节 莲花来父 当花富时 观生大事自 以凡应生 安为其人 为说大习诚心经典 问此法业 即时应是即法 无从道心 所以兼以六节 我们以前都说了 我们修淨土八目 往生淨土 除非你是很特殊 你是初个二个 三个四个 声闻称的部分 你的轮回是有时间 就会停的 我们叫有边季 有边界的 但是我们没有修行的人 我们的轮回是无始无终 不知道什么时候断 六节可能都是很重的时间 但是比我们无始以来的时间 是短了很多 六节 在西方极乐世界 六节 其实你里面修行 根本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的 莲花开了 花开的时候 观生菩萨和大事自菩萨 就会用种种美妙的声音 当然佛法的声音 是最美妙的部分 震探安慰这个人 为他讲大乘神心经典 听了大乘经典的部分 一定是听过这个法的时候 你就会发菩提心 就是无从道心的部分 就是这样的 凡恩都是清淨的声音 这里安慰 这里有个解释 就是原来你过去做了很多罪业 有了禅知识的教父 就是你可以往生到阿弥陀佛的律律 使你不去地狱 这个就是安慰的了 本来我们应该可以落地狱的 就是这个恶人应该可以落地狱的 但是他听了阿弥陀佛的名号 听了这个法门的时候 他就转了他的一念的时候 就去了一个清淨的地方 本来要去深恶度或者地狱 这里是地狱 但是他现在是往生到 西方纪录世界 这个法门 很多人可能听一听 觉得不能同意 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本来应该落地狱的时候 一年头听了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去了西方纪录世界 这个当然是佛菩萨的加持力 所以有些法师或者有些祖师 说净土法门 他力这个绝对是没有言和错的 但是他力之中 你多少都需要靠自力的步伐 就是他力有多少 自力有多少是局至恩怨的 你如果自力强的时候 你用本上生的佛菩提心收行 很高境界的人 好像大师至菩萨 观生菩萨 一念头或者地众菩萨 一念阿弥陀佛 他直接很快就去的了 这个就靠他力 都是念了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去到西方纪录世界 但是他的他力的力量 不需要感觉自力的力量高的 但是在这里的步伐 在凡夫的业力强的时候 他本来要落地狱的 但是佛菩萨的慈悲 自饮了他去阿弥陀佛 不需要受到地狱的苦 这个步伐叫做安慰 施免下半中生者 这个是他说他发动无从菩提心 没有说到他何时得到无身法人 所以得发动无从菩提心的人 一定都行波罗文来自布施 来自神波罗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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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都会得到无身法人 广度中生的 所以在上面说的这个呈现 就是佛教徒 所以这里已经指名是佛教徒了 所以请记得一件事 有些人说 你都已经归了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你的脾气还是这么差的 佛教徒 刚才我们都说了 有些佛教徒是成功的 有些佛教徒是失败的 所以我们觉得有些时候 我们自己的考的部分 考业的部分就尽量自己小心一点 我们本身修行得多少呢 不要经常批评这个人 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人持续不清静 那个人又犯了戒 你守候你的考已经不错了 佛教徒之间 那个考守得密一点的部分 已经修行得很成功了 所以佛教徒本身就做了很多的罪 以为善知识 就是转了危险变成不危险的 这样的 这个是善知识对有所转变的 如果没有善知识就完结了 就为了地狱去的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要教好的朋友 还有这个朋友又会说法的 你经常找些朋友去茶餐厅喝茶那些 又不会说法的话 就应该感少一点了 我们这个讲的好朋友 善知识的部分 当然是一个跟你说法的善知识 当然我们不可能反对 大家去茶餐厅喝茶的 但是佛教徒之间 彼此之中应该是 在法为主的部分位 比较好一点 我们现在讲法教徒 一般人就不讲了 能够宣认法法 或者同你讲法的道理 或者都可以欠你念佛 念阿弥陀佛 或者不能说法 都可以同一切念阿弥陀佛 这个作念在这个部分 都是有作用的 法教 我们现在讲下半下身的部分 这个下半下身的条件就是重低的了 法教阿弥陀佛是下平下身者 这样的 国有中生做不善业 五亿十恶 这个更厉害了 做不善业 五亿十恶 杀了父母 杀了母亲 杀了阿弥陀佛 破何何争 出发生血 之前我们的工作 通常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做减大的障碍 业重 这个五业的部分 就是我们讲的业重 佛教真正的业重 意思叫做五业 罪才是业重 如果你犯了这五件事 就是杀了父母 杀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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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阿弥陀佛 破何何争 出发生意的部分 你今期生命 怎样修行 都不会正错过 这样的 那到底可不可以修行 可以修行 但是不会成功 简单说 你一样可以做种种的修行 但是你不会修行成功 因为你犯你这个错的部分 亦的部分 就是完全不能转变 你看佛经都知道这些事 心恶 就是三心 口四 二心 三口业 三个部分 三业的部分 有三个 口四 口业有四个 二业有三个 这个十恶业的部分 大家应该都听过了 不多解释了 简单说 这个人根本就好事 不要做坏事做了 简单说 诸不禅的 疑人疑恶业固 应多厚度 经历多劫 受苦无穷 意思 他做了这么多的恶业 五业罪基本上是不能逃的 地狱一定是有犯的 收行是没有机会的 十恶的部分 看他的恶到底有多少 这个总括有包括五业十恶的部分 种种不禅的部分 看他做了哪有的部分 就是恶度的部分 深恶度的部分 地狱 恶鬼的 畜生的部分 看他做了多少 恶业多重 他就会去哪里了 这样的 如果落地狱的时间 或者恶鬼的时间 或者畜生的时间 通常都是很长的 所以在这里 都顺便说一说 我们一期生命 可能我们活了八十岁 但是你八十岁做的业 你经常留人留多的时候 留人是很开心的 有些人也留意开心的 你留开心的时候 你从来就要受苦 因为你很欢喜留人 你很喜欢留人 越留又越兴奋那些人 因为你做的业 是你兴奋得来的业 你将来落深恶度的时间 就越来越长 因为你是很喜欢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的考 尽量小心一点 通常我们很少打人 打人 至于念头二业的部分 大部分人都不会过头的强 主要是考 因为得罪人的多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说 都提醒我们 我们今期生命很短 但是我们终于受苦的时间很长 所以今期生命的时候 深厚尽量保持清净 受苦无穷 而此人能明忠实的时候 以作善知识 种种的安慰 会说妙法 教令念法 被人苦逼 不可念法 善苗告言 而若不能念 被佛者 应清 归命 或者南无 无良受法 而使自心 灵性 不绝 具足十年 清 南无 阿弥陀佛 令法名故 以念念中 除八十亿 血 生死之罪 所以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你看到了 其实不要说这些人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 我们真的到临终的时候 可不可以做到 联一声南无 阿弥陀佛 大家试一试 每一晚 试一试 你看到你修行到哪里 这个是自己亲身体验的 不需要什么科技 什么技术 什么实验 不需要的 你问一问自身 你睡之前 不要说南中 我们未到那个时间 今时未到 你想一想 在你睡觉之前 你可不可以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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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 所以善知识跟我们说 或者我们自己可以做到吗 这样的 具足十年 清南无阿弥陀佛 念法明 清法明的年年之中 这个十年的部分 其实十年当然可能 是一到十或者十年 或者年年之中 就是很短的时间 在一刻的时候 一生的时候 你要往生之前 那个念头 可以念到阿弥陀佛 这个名号 这个是很关键的部分 就是你 南中或者落地狱 或者去阿弥陀佛 那个念头好短的时候 你可以转联到 念这个法的名号 这样的 好的意思 念法者就是做观想 这样的 次一讲 次一讲 心观为念 口诵为清 十念 就是十声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祖师就解释 十念就是十声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十次了 这样的 腹壁就是地狱 学上出现了 这样的 存一无根 亦自身 相随善便 固不绝 这样的 就是你的心 是一心一意 可以念到这个法号 还有它是一直不终点的意思 这样的 那你估得有个解释 我们以前都曾经跟大家说了 无量寿经和阿弥陀佛 跟观无量寿经 对一些往生的条件 有时候有些不同的 在这个部分 五逆罪的部分 有些是不能往生的 在无量寿经的部分 照着五逆罪的 是不能往生阿弥陀佛 你们看回无量寿经的部分 就这样 但是这里又说了 在这个十六观经 十六观经 其实是观无量寿佛经的意思 在这里说 有些不同 到底五逆罪 可否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经 是说不可以往生 观无量寿佛经 又说可以往生 为何佛陀说两种 同样的事 说两种道理出来 这样的 古德的解释 就是说了理由 但是 阿弥陀佛经 说五逆罪 不能往生的部分 就是不能忏悔 它不能忏悔 它是绝与宗爱 它不能往生 这里观无量寿佛经 它能往生 就是它能忏悔 忏悔的部分 其实就是念法 就是它往生的 就用这个理由来解释 就有一个原因 就是它以前曾经发过无从菩提心 它做了既族的罪 可能是忏悔 如果它没有能 以前没有发过无从菩提心 就不能发尋悔心 不能忏悔 这个无从菩提心的人过去 它能够忏悔 因为多少学过佛法的人 学过佛法的时候 所以来生还有一些时间 学习过佛法 多少在佛法中有了栽培 所以现在它做了其中的罪业 它能够后悔 而能够发尋悔心 而忏悔 如果以前没有发过无从菩提心 有没有学过佛法的时候 在佛法中没有学过的话 它就可能发尋悔心 可能忏悔 如果不能忏悔的时候 这个无异罪就将为它往生净土 当然有各种的说法 南中之时见金莲花摇到日轮 住其人前 南中的时候看到金色的莲花摇到日轮 日轮就很大的一个轮 出现在它面前 在这个地方 如果念佛这件事做不到 称呼名号 可以做得到 念到十年 就是灭感床的罪 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通常都会提一些问题 有没有所谓这样便宜的事 念十星佛的名号 就可以灭了这么多 八十亿劫的生死之罪 十个名号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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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十亿罪不见了 挺好 我们念一念 但是很多时候是很特殊原因 讲特殊的话 你不可以认识的话的 千万不要说 我现在念十星的南无阿弥陀佛 搞定 我其不好所谓 我继续造恶 我生死之罪 一次有八十亿 那么多 八十亿那么多 我念十次 只有八十亿加加买买 反思下 你无量极丽 不知多少亿了 所以这个是很特殊原因 讲特殊的话 你不可以用这个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都可以往生死方 修论四 之前我们都说了 我们不要经常想到 我们是下半下生的了 我们有很多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 关于仇解法 菩提心这些事 我们应该要做的 不要什么都想到 南无阿弥陀佛 现在一部分人 收淨土的人都是这样 我南无阿弥陀佛 可能我南无阿弥陀佛 甚至是跟我说几句 南无阿弥陀佛 我还有机会十年 可能说的这些事 在这里的时候 再说下去 二一念清 值得往生记录世界 当然在这个部分 都是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以他力力 接引这个人 往生死方记录世界 如果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 是不能往生死方记录世界的 所以整个静土方法 我们宣用的部分 是注重他力 多于自力的部分 但是不可以完全没有自力 你完全一点自力的部分 都没有可能的事 但是偏重他力 其实是大部分 特别是下背这个部分 下背三心这个部分的时候 几乎都是靠阿弥陀佛的力量 乃至搞反往生的部分 大部分其实都是靠他力的 都是这样说的 所以有些法师说 静土方法门是他力方法门 我们就不需要完全反对这件事了 其实事实上就是大部分是他力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 就是自力的部分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临终的时候 连临阿弥陀佛的十清 乃至一清都出不到的时候 就安理化法都做不到任何事了 在年化中满十二大结 年化分开 东华富士观生菩萨指大使之菩萨 而大悲应声 即怀其人恐说实相 处灭罪法 万而欢喜应时即法菩提之心 这样的 这个叫十二绝 十二绝又好 好过无量绝 我们已经不知道几结了 搞到现在都搞不清楚 数字就算不到 这个还有一个十二个字 十二大绝 其实时间真的都很重的 但是是有时间的一个数字存在的了 我们是无时无忠的 不知何时 是否用的 那年化才开的 在这个部分 大家会看到这个几结日 至几多日的时候 主要是本身我们的罪恶的部分 热重的部分 热重的话 我们需要 那个年化开的时间就热重的 不论怎么样 好过没有 简单说 我们在年化里面 是吧 法夫的观生菩萨 传大使之菩萨 在这个部分 是请观生菩萨和大使菩萨为我 在这里的观生菩萨和大使菩萨 而大悲 他的声音为我 为这个人 广说实上的 除灭罪法 民而欢喜 应是即发菩提之心 所以整个道理你们看到 都是发无数菩提心的 所以为什么 我们现在有能力 发菩提心的时候 不发菩提心 要等到 可以做四方纪录世界 才发菩提心 当然在四方纪录世界 发菩提心 和这里发的菩提心 当然有些少少不同 但是不论那里也好 这里也好 当我们的条件绝续的时候 我们有少少条件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做 我们的目前条件 可以做得到的事先 是名下半下生者 是名下背生想明十六观 所以下半下生的部分 下背生生的时候 我们名下十六观 其实我是说得快些 因为我想重复说一些 我们说了九背往生 就是 你们看回你的资料 有九背 九板 就是上半生观的部分 有上半上生 上半中生 上半下生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需要 佛菩提心的 我要回忆大家的一些记忆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结束之前 我们做多一次佛菩提心 希望我个人 希望我的课 基本上 还有一个机会 大家一起 佛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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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二页的部分 是否统一的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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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页 是否 第二页 你们念你的子生的名 或者你们的法名 都可以 或者我念一句 大家念一句好点 我观如 进行受归佛 进行受归法 进行受归生 我观如 进行受归佛 进行受归法 进行受归生 我观如 进行受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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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受归身 我观如 intelligence 我观如 进行受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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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受归生 我观如 进行受归佛 进行受归佛 我們要用 zero and three possible 大德意念 我观如 重径日识 发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唯一劳益诸有勤雇 从今以往 凡我所修 不失 慈戒 忍辱 精进 尽力集会 一切皆为正德 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我今以诸菩萨摩沙和和 厌尊正知 我是菩萨 我的独大意志 大德意念 我关如 从今日始 发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唯一劳益诸有勤雇 从今以往 凡我所修 不失 慈戒 忍辱 精进 尽力集会 一切皆为正德 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我今以诸菩萨摩沙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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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尊正知 我是菩萨 我是菩萨 我的独大三菩提心 大德意念 大德意念 我关如 从今日始 从今日始 发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阿妙多罗三菩提心 我今以诸久有勤雇 从今以往 从今已往 帮我所修 不失 此戒 忍辱 精进 尽力集会 一切皆为正德 阿妙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我尽于诸菩萨摩沙和河 愿尊正知 我是菩萨 这个是险用性教论的法菩提三文的仪拐 我们在家居士的部分 现在我们讲在家居士的部分 每一天应该要发三关医 如果你受五戒你就发五戒 或者有些部分说半个月 半个月重一次五戒 这样也可以 美国受菩萨戒当然是半个月 应该重一次菩萨戒 每一天都可以看这个义鬼 你发菩提心 不停提升分 我们是一个大乘佛大志 是要发菩提心做修行的部分 你修正土法门也好 不是修正土法门也好 在大乘佛法里是一定要发菩提心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大家同学和最后一同学 都是做这个发菩提心的义鬼 所以是一个非常之简单的义鬼 还有一个我们叫金公种子 在我们的色填里面 希望我们不论修行和法门 都是以菩提心为我们的一个基础 当然我们大家同学都说了 应该是大家同学都说了 我们发菩提心的部分 至少我们说一件事 至少我们不一定往生西方记录世界 是上辈上生 上辈中生 上辈下生都好 但是我们先中一个因在那里 可能今期生命我们都来到正土法门 都可能不一定往生西方记录世界 但是我们先中一个因 可能我们下一期生命 现在我们刀刀转转 做了一个人 但是可能不相信法法 可能我们就是下辈下生那些 下辈中生 下辈上生的部分 可能都是无我不足 或者做了很多活塞 但是我们中那个因的时候 我们可能不是太幸运 有没有遇到法法 或者真是最后一刻 遇到法法的时候 有甚至是我们宣用正土法门 佛菩提心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先有个因 而是因 而是果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应该尽量种多些因 我们可能收得成功也好 收不成功也好 最少我们先种到个因 收得多少 算多少 在这个部分 又重复再说几句 在这个上辈三生 就是上辈上生 上辈中生 上辈下生的部分 是需要佛菩提心这件事的 居住菩提心是成佛的 是这样的部分 正土法门是大乘的法门 佛菩提心就和大乘法门 是有相应的部分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叫做 世俗菩提心 世俗菩提心 就是做一个仪拐 和初地菩萨的佛菩提心 的生意菩提心 生意菩提心 是有所不同的 但是清醒记得 我们都是由梵夫慢慢变成圣任的 菩萨都是这样的 由梵夫变成圣任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付出努力 当然我个人一定是 鼓励大家深乖医 去受乖医 受五界 在家居士应该是受菩萨界的 受菩萨界的部分 就是基本上受菩萨界 就有菩萨的总圣 和佛菩提心这件事的 在二期菩萨界的仪拐里面 你发佛菩提心 就是二期菩萨界 之前会问你 一句很简单的说话 露花菩提心逢 你发了菩萨心没有 最少我们现在 基本上都发了菩提心 当然淨土 在这个九闻往生的部分 可能是 本的部分就分类了 当然九闻是一个 很初历的一种分类方法 里面之中还有很多 可能有其他分类的部分 不论我们是上辈 中辈或者下辈都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努力付出 自己对这个淨土法门的信心 所以平时 如果有机会参加佛七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参加佛七 或者有时间我们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 当然所有大乡的法门 不会比较冲突 你不会收一个法门 从另一个法门冲突 你读华言经 华言经都恨参加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你读很多的经论 都是参加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当然在淨土的部分 我们现在说的是属于阿弥陀佛的淨土法门 当然在大乡的法门有明尼淨土 或者有失于法的淨土 或者十方的淨土 为什么我们震探阿弥陀佛这个淨土呢 是古代当文或者佛菩萨 观察到我们现在的众生的部分 收到这个淨土法门 相比之中是比较容易成就的法门 例如我们说你容易遇到的话 你就容易去学习 有些人问禅知识是怎样一回事 就是你怎样选择禅知识或者选择你的法门 简单说就是你可以遇到一个禅知识 跟你介绍一个法门 这个就是你可以选择的一个法门 你单单要找一些特殊的法门 或者一些比较难而遇到的法门 你要找到那些禅知识是难一点的 所以在这个禅知识的部分 大部分目前大乘法门都是讲淨土法门 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一种选择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做了多少选择 是自己的努力的 每一个人收合的时候 是有种种原因的 在这个部分我们都欠大家收这个淨土法门 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淨土法门 我们刚才都说了几句 在种种的条件之下 当然我们业重感冲失了父亲失了母亲 种种的五月罪或者十恶的部分 但是我们真的要老实瞒自己 我们收行有多少成功的机会 不是四年前不好 不是种种的其他法门不好 实在是那个法门需要很高的条件下 当然在剿板往生的部分 佛菩提心这件事很多时候 可能有些人学大乘法门 都没有机会佛菩提心这件事 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 我们可以做到多少的时候 而哪个法师讲什么课的时候 我们争取力跟着一起学习 所以在这个法菩提心的仪轨 在目前看传佛教 虽然是大乘法法的一个大乘的中批 但是在法菩提心这个仪轨 宣用的部分是少一点的 这个也是很事实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仪轨 所以我恩施妙警长老 他整理了一个仪轨 当然是有经论的部分 是引用性教论的部分 去查回那些资料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是宣用这个仪轨 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因缘 在一个心部的地方 有佛菩提心的仪轨 所以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 虽然我们说没法时代 没法时代 但是那些自己真努力的时候 都是有所进步的 我们说没法的意思就是 我们听了法 但是我们听从来没有做过自小的思维 或者没有跟着这个法门而收 当然你就不会有所成果的 这个就是没法 就是法在你身上没有足够的力量 没有足够的力量就是 你听过后你没有很好的思维 以及以此而做修行 包括净土法门都一样 你听过净土法门 如果你听过后 你对这个法门没有产生一个信心 没有经过一个思维 以及以此这个法门而做修行 净土法门就是你心中没法的了 你心中没有力量 还有你听这种种法的时候 你不能因这个法门而产生一个修行的力量 你内心的贪心之烦恼太强 所以没有办法引起你的界定位的部分 你就不能修行成果 这个就是没法 还有在这个年代的确都是真的很多修行者 不论哪有种修行者 可能在家 可能是出家都好了 听过道理过后 请问大家 你听过道理过后 你会不会跟过这个法门而做修行呢 大部分人其实都是听一听就算罢的 这个就是没法时代了 我们尽量努力的这么多的同课 希望引起大众对学法的信心 或者依此而做修行 但大部分人听完课后 你的贪心之感到多少呢 这些是需要粉丝的 你听到这么多的课后 你的脾气诡辩了没有 你的慈悲和智慧增长了没有 如果没有增长的时候 真是大部分现在法师所说的 没有法时代了 因为法在我们身上没有力量 所以在这个部分 大家应该尊重 我们学了正土法门 我们应该在这个念法后的部分加强 当然正土法门有很多种 还有一种是念法的功德的部分 念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种种的功德 那部分都是正土法门的 或者观想 或者在心中 在找一个阿弥陀佛的时候 观想它而成功的这个法门 但这个部分是心要很仔细才能收起的 大部分我们都是前面念法的 但是不论你前面念法也好 哪一种法门也好 在我们的基础上 我们都是要归于仇界的 和加上一个菩提身 你发作菩提身 你会受菩提身 那种种的条件之下 有所增种的时候 我们修行的力量就会来越好 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 当然要警惕自己 不需要担心的部分就是我们收得多少 但是我们做得多少先 有时候是这样的事 经论的部分当然是不容易学习的 不如学习之后 我们更多来听 或者佛清或者其他地方听话 都要精准的部分 难得我们今期生命可以成为一个人 心归五界 或者受菩萨界 或者做一个出家人的部分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 我们今期生命的恩怨 尽量感受我们的口业 希望大家口业清淨 种种的事情都在焚苦的世界里面 可能彼此都是焚怒的众生来的 都会有些磨擦的 但是佛教徒以佛教教之中 学习多少年过后 应该是越来越开心 越来越清淨的部分 今天是最后一桶课了 我觉得我个人所说的道理 不知道大家听得到多少 我都是尽量讲一些道理 时间又短 我的准备其实真的有所不足的 如果我所说的道理对你们有所帮助的话 都是随起大家 如果我所说的道理是不好的话 或者我身后已有所不足的步伐 不足够清淨的时候 希望大家多多报协 还有你们在我身上是学到法的 不是学到我的吞吞痴的 你跟一个法师好 有跟一个老师好 在我身上学到法 法什么呢 就是离开吞吞痴的法 不是在我身上学到吞吞痴的部分 是在我身上学到界定位的部分 这个应该是我身上学到的部分 至于我个人有种种不疑意义的东西 不疑法的部分 这个不是你们跟我学的 这个部分应该是负利了他 下一个法师在我身上 如果真的学到一些东西的话 我都是很开心的 今天最后一堂课 祝福大家呼喊雄修 一切吉祥阿弥陀佛 祝福大家